全球第二长寿男子在今天去世了 他以113岁的高龄离世 留下了无数令人感慨的故事和宝贵的智慧 他的一生跨越了多个世纪 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家族的繁荣 他的离世不仅让家人悲痛不已 也让我们失去了一位令人敬佩的长辈 这位长寿男子的传奇人生 始于一个多世纪前的1909年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和动荡时期 而他却幸运地度过了平稳的童年 他的长寿基因在家族中代代相传 他的子孙们也继承了他的长寿体制 在他离世时 他已经有了30个曾孙和18个玄孙 整个家族40同堂 人数众多 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 健康长寿的秘诀 乐观豁达 心态平和 这位长寿男子的健康长寿秘诀是什么呢 据家人透露 他一直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 从不计较得失 心态平和 此外 他热爱劳动 经常参加 这也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他的饮食习惯也非常健康 喜欢吃蔬菜 水果和粗粮 很少吃油腻和高热量的食物 家族缅怀 感恩他的付出与奉献 这位长寿男子的离世 让整个家族陷入了悲痛之中 他的子孙们纷纷发表感言 缅怀他的付出与奉献 他们表示 他将永远是家族的骄傲和楷模 他的故事和精神 将激励着子孙们 不断努力和前进 长命百岁 幸福美满 我们为这位全球第二 长寿男子的离世感到惋惜 同时也为他的一生感到敬佩 他用自己的生命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长命百岁 幸福美满 他的人生故事 将激励着我们 珍惜当下 保持乐观的心态 为自己和家人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愿这位长寿男子的灵魂 得以安息 愿他的家人和朋友 在悲痛中得到力量和安慰 让我们一起铭记 他的故事和精神 传承他的智慧和价值观 为自己和家人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同时也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珍惜自己的生命 保持乐观的心态和健康的习惯 为自己和家人 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104岁国医大师邓铁韬 在世时耳聪慕名 思维清晰 语言流利 步履坚吻 如此高品质地长寿健康 源于其自身坚持养生 重于治病的一套理念 百岁高龄 来源于日日时光 点滴积累 很多人好奇 邓铁韬大师 每天的作息如何 如天天坚持 真能养生 一、养生基础 作息规律 国医大师邓铁韬 一日作息规律 早晨七点起床 空腹饮一杯热开水 梳头 自我保健按摩明天骨 急诊处等动作 在阳台坐八段紧 回房间量血压 上午时间段 八点三零吃早餐 餐后看书看报 十一点喝热茶 十二点吃午餐 大约十三点三十分 开始午休 下午时间段 十五点三十分起床 十六点三十分散步 站桩二十分钟 自我按摩足三里 用全学等学位 二十分钟左右 晚上时间段 十八点吃晚饭 二十一点冷热水交替洗澡 回房间测血压 做好血压记录 冬天睡前用热水洗脚 二养生支柱 饮食健康 邓铁涛大师 被人问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平时吃什么可以长寿 他说 只有四个字 杂食不偏 邓老的饮食 基本为 每天三餐定食 定量 坚持每餐 只吃七分饱 平日清淡饮食 主食以大米饭为主 搭配蔬菜水果 再配一定量的薯类 燕麦 豆类 蕎麦等 肉食偏爱鱼 其次是鸡肉 虾类 鸡蛋等 尽量营养均衡 三 养生首先要重视预防 一 养重鱼制 提高生活质量 追求高品质健康长寿 在医学上提倡预防为主 预防重鱼救治 帮助指导人们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养成强身健体的爱好 疾病自然会远离 二 动静结合 静儿养心 心主神明 可以驾驭控制自身的精神情绪 维持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 保证机体健康 日常生活中除了养神外 邓老还习惯通过冥想 静坐等方法静养 静坐的要点是 单腿交换盘支 稳坐在板椅上 上身自然放松 眼睛自然紧闭 两手放于腹前 按平常呼吸节奏 静坐三十分钟左右 养生不是吃各类各样保健品 也不是高深莫测的学问 而是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简单方便的就能拥有一个健康好身体 四 养生巩固 每日坚持两个习惯 一 冷热水交替洗澡 数十年如一日 邓老坚持冷热水洗澡习惯 保持至今皮肤依然有弹性 很少长老年般 坚持冷热水交替洗澡 还能帮助全身血管的血液循环 提醒年长者 有高血压的患者 在刚开始洗澡时 要注意水温不能差太大 要带身体适应后可以加大温差 二 勤梳头 坚持每天用牛角刮砂板 起床后刮刮头皮 帮助头部神经疏通 同时也要辅助锻炼一下手臂力量 预防肩周炎 除此之外 凡是四肢躯干 血管关节处都可刮 促进气血运行 加快体内代谢 疏通全身血脉 从而强健体魄 虽说邓老的养生方法 看似平淡无奇 但当这些方法融入进日常生活中 养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 从而使健康长寿的状态 更接近你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开心与不开心 往往就是心态问题 事情往往都有两面 如果你总是 只看到事情坏的一面 你就会变得消极 充满负能量 继而开始自我否定 觉得生活容不下你 活着太累 人间不值得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调查 美国研究人员 对七百名百岁老人 进行了三年跟踪研究 结果发现 长寿的人共性只有一个 长寿的秘诀 与饮食 习惯或养生方法无关 而是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 才是真正长寿的秘诀 你与长寿之间 唯一差距的 就是心态 广煞千间 夜晚只需七尺的床铺 珍修百味 每日只需三餐的食物 一百一十五岁的张存和 是山东省最长寿的男性 当被问及长寿的原因时 他带着微笑淡然地说 不争不抢 好人一生平安 在孩子们眼中 父亲从不与人争夺利益 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愿伤害他人 有一年家庭分家产 他获得的房屋虽小 而且位置不好 但他毫不抱怨 对孩子们说 人生在世 靠着别人给的东西 不会致富 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他从不抢求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对于属于自己的享受 却倍加珍惜 知足常乐 无疑是一剂能治愈心灵的良药 帮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 培养出良好的心态 根据一份研究报告 长寿的因素中 遗传基因占百分之十五 社会因素占百分之十 医疗条件改善占百分之八 气候条件占百分之七 其余的百分之六十 则取决于个人 而其中最重要的秘诀 是保持好的心态 有一句西方艳语说得好 不烦恼 不生气 不需要血压剂 因此 做人要保持一些淡薄 从容 以及宽广的心胸 拥有良好的心态 使生活有度 才会更加愉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看完后有所感悟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想法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